歡迎來到我88研究室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崔 你們看了我上禮拜分析的 啊 到底是誰還有艾莎的新能力的嗎 雖然第二集有講到艾莎的能力來源 但是還是有很多疑問 沒有被解答 今天我們就一一來跟大家討論一下吧 但這支影片也會有爆雷 所以建議先去看電影 再來看我們的影片 也可以按右下角紅紅的按鈕 訂閱我們的Fieber88研究室 或者是開啟小鈴鐺 訂閱更多有趣的電影資訊喔 第一個問題 伊杜娜也是艾莎媽媽有魔法嗎 我覺得答案應該是沒有的 雖然艾莎媽媽是北屋族人 一個很古老的民族 在冰雪曲原二中 似乎可以看到媽媽跟風精靈特別要好 會一起跟風玩 最後也是請風精靈救了她爸爸 但是爸爸一開始在介紹北屋族人的時候 有特別強調他們沒有魔法喔 他們只是可以運用魔法跟夢法處得很好 在霧來的那天媽媽唱著啊啊啊啊 推測就是媽媽平時跟魔靈 或者是四元素溝通的方式 但是如果冰雪奇緣之後 有拓展出更大的宇宙的話 也是有可能 身為北屋族人古老血統的媽媽 血液中有著一點點第五零的能力 然後傳承給艾莎也說不定喔 第二 為什麼艾莎生出來就有魔法呢 這主要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爸媽的想法 還記得在第一集 冰雪奇緣的時候 艾莎爸媽遇到艾莎的冰魔法 感覺就像是看到未知事物的恐懼一樣 所以當艾莎力量越來越大的時候 媽媽可能也是這個時候告訴爸爸 艾莎的魔法可能是來自於阿塔哈了呢 所以兩個人才決定要跨越黑海找到答案 第二部分就是安娜的結論 在安娜聽完北屋族人的故事 以及原來是媽媽救了爸爸這件事 她在安慰艾莎的時候 有跟艾莎講到 她覺得艾莎會有這樣的魔法 是因為魔靈覺得 她媽媽那時候就有她爸爸 這個善行舉動非常的感人 所以決定給媽媽的禮物 希望艾莎可以成為人類與魔法的橋樑 但到電影最後其實是三方的橋樑 分別是代表城市文明的Arendale 還有原始人類生活的北屋族人 以及代表自然界的魔法世界 所以艾莎生來就有魔法 就有兩種推測 第一個就是像安娜說的 是魔靈感念媽媽的善行 然後送給媽媽的禮物 第二個就是身為非常古老 北屋族人家族的媽媽 其實寫一禮原本就有一點點第五禮的能力 然後繼承給艾莎的 你覺得是哪一個呢 第三 沒有放進電影裡的歌 除了像電影裡 Into the Unknown All it's found 等等的歌 還有很多首歌 沒有放進電影裡 像是安娜很愛艾倫戴爾 艾倫戴爾就是她的家 她很感激這座城堡 人民還有她的家人 他們就是安娜的海洋 也是安娜的避風港 這首歌可能是放在電影一開始 暗示安娜之後會娶到艾莎 變成艾倫戴爾的女王 因為這才是安娜的家 也是安娜的歸屬 其實在這部分 在電影一開始 安娜請石金長老佩比 保護艾倫戴爾人命的時候就暗示 其實安娜比起艾莎 更適合保護艾倫戴爾 請保護艾倫戴爾 當然 我們讓他們知道 再來是安娜跟艾莎的 I see the truth 這首歌應該就是放在 艾莎跟安娜在爸媽的沉船中 找到地圖之後唱的 歌詞一開始是艾莎在跟媽媽說話 她覺得很迷失很害怕 不知道該怎麼做 這裡艾莎唱到 我覺得我會有這個力量 一定有她的理由 我需要知道為什麼 這也呼應了最後電影告訴我們 艾莎其實是第五菱 扮演著連接人類與魔法的橋樑 另外一個很有趣的歌詞唱著 我該怎麼同時扮演我自己 跟Arendelle 我該如何管理這塊土地 有著這未知的力量 她一直在成長 還會說走聽不懂的語言 就是李歐再度暗示 其實艾莎內心深處 一直都覺得自己跟Arendelle的人不太一樣 如果要保持現況跟她愛的人在一起一起快樂生活的話 她必須要拒絕接受真正的自己才有辦法做到 但電影最後她決定是去找尋真相 找到最真實的自己 再來是雪寶的 Unmultable me 有著雪寶愛開玩笑的風格 不不不 別看 你不懂我 很開心的唱著自己很可愛又不會淪化 歌詞裡有提到 艾莎的力量一直在成長 這是一個全新的階段 因為那個連結 我現在會自我冷凍喔 這段歌詞非常有趣 我們推薦很有可能是 艾莎變成第50之後 把雪寶變回來雪寶唱的歌 因為這段歌詞裡面雪寶有提到 艾莎已經不是同樣一個艾莎了 而且她不但不會融化 還會自我冷凍 會不會是在暗示身為第50的艾莎 在復活雪寶的時候 不小心也賦予了雪寶一點點的冰魔法 讓雪寶擁有一點點冰魔法的能力呢 最後是阿克的Galice Wright 這首歌比較簡單 一樣是在敘述 阿克在電影中一直想要跟安娜求婚的感覺 想要把求婚戰士做好 卻不知道該怎麼做的徬徨感 這首歌在阿克唱著 我想要成為你的男人師 安娜也有跳出來唱 你已經是了 I'm gonna be the man you want Guess what you already are 其實也是在告訴我們做事情的時候 不要去擔心害怕那些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事情可能不會跟你想像的一樣那樣糟 接下來就是我們這部影片的重頭戲了 也就是很多人在討論的 艾莎爸媽 真的已經死了嗎 在我們開始討論之前 哈囉大家好我是艾莎 我是石頭巨人 我是海馬諾克 沒聽過Funko Park 一定也看過這個超可愛的大頭 Funko娃娃吧 我覺得Funko Park 應該是我看過 數一數二最厲害的玩具公司 為什麼啊 因為它所有電影角色都有欸 你知道嗎 他們從迪士尼 Marvel DC 甚至到韓國男團 BTS的娃娃都有 是不是真的超級厲害 真的什麼都有了 反正你只要看到大方頭 大圓眼就是Funko Park 因為他們是糖膠玩具 所以就算地震掉在地上 也不會破掉 超好收藏 就算不小心被Mipo拿去咬 搞不好也不會壞掉 就咬一下 因為它軟軟的 不會壞掉 放心 超好收藏 好了重點是一個這樣的大小 只要五百元有找 是不是超划算 而且這麼可愛 它其實超級精緻的耶 但是其實蠻有可能太可愛 然後買太多 買到破產 跟你說為什麼會破產 你逛他們的觀望 Asia Go你就知道了 真的世界無敵 超級宇宙多的東西 你看他們還有出 小安娜跟小艾莎 是不是太可愛了啦 好可愛 我想捏她的臉連 而且你看這個 艾莎在冰雪奇緣2裡面 四套衣服都有耶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出 艾莎最後變成 第五年的散髮造型 好期待喔 感覺超美的 好啦時間有限 我只能逛到這裡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下面資訊欄 看他們實體店面 跟官網連結的資訊喔 然後要怎麼得到他們呢 請看到影片最後 我們會告訴你 好啦接下來要講 大家最想知道了 爸媽生死之名 在墜毀的船中 安娜有發現 船上有一個卷軸 寫著古老的語言 跟媽媽手寫字 上面寫著 在冰河時期結束的時候 發現的魔法 卻又失去了 魔法的來源 艾莎的來源 再上地圖 我們可以知道 魔法森林在 艾倫德爾的北方 而阿托哈蘭 則是又在 魔法森林的北方 很像是地球北極的概念 所以推測阿托哈蘭 在冰河時期結束的時候 產生巨大的魔法力量 又因為水有記憶這件事情 加上阿托哈蘭是冰河 所以所有的水 流到這裡就凍結住了 這也是為什麼 阿托哈蘭會擁有記憶的原因 艾莎的爸媽也是因為 北屋卓人流傳的搖籃歌中 有提到阿托哈蘭 所以才決定起泉跨越黑海 去阿托哈蘭找魔法的來源 因為兩個人沒有魔法 又或者說 魔法沒有像艾莎一樣的強大 所以就被黑海擊沉 但是講到這裡 你有發現一件事情嗎 如果艾莎的爸媽 真的是在黑海去世的話 那兇手不就是海馬諾可的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守護黑海跟阿托哈蘭的 就是海馬諾可 而且在之前迪士尼釋出 關於諾可的簡介中就有說到 要通過諾可 必須讓他覺得你是值得的 並且贏得他的尊敬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很顯然艾莎的爸媽在那時候航行到黑海 就沒有通過諾可的考驗 所以才沉船 意思就是說 難道殺死艾莎的爸媽的仇人 就是他的好朋友諾可嗎 但是這也太黑暗了嘛 變成超級灑狗血的劇情 因為自己的好朋友竟然是自己殺父母的仇人 有可能會這樣設定嗎 就是因為這樣我覺得 迪士尼應該是不會有這麼黑暗的設定 所以這裡我們推測 其實艾莎爸媽活著的機率其實是有的喔 不然就是被魔靈收編 變成是掌管某些魔法能力的精靈 也是有可能 這也是為什麼在VH2中 最後艾莎是騎著諾可 然後騎向阿托哈蘭 會不會是因為他爸媽的靈魂 就是在阿托哈蘭被魔靈保護著呢 希望是這樣子演啦 如果真的是 海馬是他殺父仇人 這樣真的太黑暗了 好啦今天就解消到這裡 你覺得艾莎爸媽還活著嗎 你想要得到超可愛的Funko Pop收藏型玩偶嗎 請點這支影片 在影片下面留言回答我們任何一個問題 就有機會抽到我們 超可愛的Funko Pop收藏型玩偶 沒抽收也沒關係啦 可以去他們的觀望HRGO好好寫評一下 我自己已經偷買了好幾個 喜歡我們881就是吹什麼的 請按右下小訂閱我們 也可以在每週四上UP LIVE看我們直播喔 好啦就這樣 下期見掰掰 加入好可愛 下面 兩下小訂閱 兩下小訂閱 三下小鈴鐺